公司有好多高楼啊 好看啊 这里就是老干的十分镜啊 什么镜的距离我看得见 但是我摸不到孩子 能看见那边的汽车在跑 但是过必须 刚进这个城里面的时候 感觉它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网街上没有几个人 它就是一个边场嘛 因为它很爱嘛 好多人从这儿处处进行 到晚上我出去大阵干了一下 太多太多的宾馆 几乎一条街都好奇是一样 结果我想了想 应该是会有好多家长会来到这里 或者有其他地方的公安协助部门来到这里 刚刚是想的就是特别简单 反而过去 看人家怎么配合这个 快乐酒呀 但是现在好像穿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来的时候路上就跑了好几天 就实在是靠不住了 没办法就照顾理发 我都自己把我来就穿着文静 连换的都没有 给孩子带了些衣服 公家里边还是走的时候 我还是充满希望的 满怀期待的 一直到这里 到前三天 基本上都还是充满希望的 但是过了四五天以后 他们等待还是等待 好多了 待了几天没办法 没消息 咱就走了 前天后面我碰到有十多家吧 人家回来 自己的心里面 都是替人家人高兴 但是自己心里面 还是很难受 自己的孩子 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那我们在这儿 就是蹭一蹭嘛 蹭了总比不蹭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